我需要做切到设计 因为刚刚我们是切到西口语法之后 然后它这个地方可以让你跟它对话 不过它字有点太小了 好像记得是可以按右键是不是可以去 去变更它的那个把字的大小 不管反正就是你先贴上 这个时候上方有个执行 执行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要把这一笔记录写到哪里呢 问题一里面按执行 理论上如果你这个地方完全没错的话 它会出现您正要新增一列 如果你按是的话它就写进去了 如果说你有错误 比如说常常犯的错误是难好了 有前面的没有后面对不对 如果你执行它会怎么样 其实它还蛮聪明的 查询运算式错误 有没有发现它帮你停在这里 只是说呢它没有 它不太知道说到底哪里错了 所以我有时候 SECLE语法打错了 它会帮你mark 你可以再检查一下 所以在SS里面也具有那个什么 除错 SECLE语法的除错功能 OK 好那我就把它执行了 执行完之后呢按4 这个时候呢 已经新增了 可是我怎么知道新增 切到这个点两下或者切过来可以拉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理论上会有一笔 可是人家说老师为什么没有呢 到底很简单 因为你没有重整 那你要怎么重整 不外乎就怎么样 把这个关闭重开 要不就是怎么样 它有个什么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在哪里 这里吗 中间这里 对重新整理 只要你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进来 OK 所以这个是吧 它新增进去 因为你有开启 它不会重新整理 所以你要重新整理 那它就出来了 所以 你第一步知道有这个 第二步呢 如果你有多笔的话 那你要一直insert 一直insert 它就一笔一笔一笔地帮你记 那问题来了 那如果这五个资料 是在我们Excel里面的话 那你不就是可以跑个回圈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的 一个罗布又坑了 然后再把它变成一个Seql语言 传给SS SS就帮你做完了 所以呢 等一下要从Excel执行Seql语法 你需要再知道另外一个 一个物件 那个物件的话呢 在那个Excel里面 是另外一个外挂 它叫ADO 这个ADO的话叫什么 Active Data Object 或者Data Object 指的就是 它能够利用它 去存取SS 这个东西是一个外挂 至于怎么使用 等一下会讲 OK 理论上这个东西 还蛮复杂的 光ADO 就是厚厚的一本书了 坊间有 很多人都买回去看 看没几页就放在那边的很多 为什么 因为实在是 光要把这个东西看懂 还真的有点困难 其实我之前也买了很多本 看完之后呢 最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后来我把那些书通丢到旁边之后 用自己的方法就做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每一本写的都不一样 真的 每一个作者 他会用他的方法去写 他觉得比较习惯的东西 后来我发现 不对呀 这怎么会这样呢 就好像说同一个事件 你看不同的报纸 奇怪了 到底是不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OK 一样的道理 所以最后还是要自我的判断能力 那我等一下教各位 如何利用ADO 帮你把语言 SECLE呢 传递给SS 就是这样子 就是 透过那个ADO 谁给他 就Excel 所以在Excel里面 下ADO 丢SECLE 给SS 去做什么事 把刚刚的 insert into insert进来 这样子你就可以完成了 可是要怎么做最简单 等一下会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 后来我已经精简在精简 本来可能几十行 现在只剩下没几行而已 OK 那怎么做 等一下再跟各位做说明 试试看 主要是这个 在那个SS里面执行这个 执行的方法 特别是要 在建立 查询设计 XX SECLE OK 画面先换给各位 这东西说真的 好几个东西都不可能说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全部讲完 不过我是讲的都是你们会用到的部分 至于你现在用不到的东西 那我就暂时不讲 OK 如果你想要多知道的话 请各位 方法很多 你网络上Google一下 那一堆东西 或者是到图书馆 书店里面也有很多 类似的东西 好